好像是我害他们的咯 如果我没有回来 他们有事咯 把脑壶点好起来 我们再讲到底咯 看到这个病毒真的是太快咯 明天发生什么事 很快就改变了 为什么不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 7月秒期间 击打疫情严峻 民众林永齐却因思念远在击打的双亲 决定反乡相聚 不料到家后的第五天 他身体开始出现症状 就医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申请到警察行的时候就很开心 直接手势衣服 然后直接回阿罗沙 早上睡醒了 好像是有BD 好像喉咙痛这样 有点发烧 然后就快快去看医生 那你知道在家去 就那个遇到出来是positive 就一个人摆着脚 那时候有点紧张啦 几天后 林永齐83岁的父亲 跌倒并且呼吸困难 入院检查后 却被诊断患上新冠肺炎 需立即隔离就医 这期间 年迈的父亲状况不佳 血氧饱和度不断下降 医护人员之后 透过电话通知家人 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做最坏的打算 去医院就是氧气不够 进了那个袜里面 一个天梯医院就打了 他就问我 这个确认 如果是说你爸爸断气了 我们还要不要做CPR 如果是断气了 要把骨头断掉很困 这一时间就打给我兄弟 我去接他们 我们兄弟就是说 不要去让他这样的幸福 如果是说 我去掉 就是给他安心的走用 当他们做出这个检测的时候 他们的心理真的很坎坷不安 这事情就是在发生 在那一瞬间 他一跟我们讲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了 接下去 他们可能会面对的这些东西 大多数的检测钱 都是我们会让给他们的家人 自己开家庭会议 父亲病危 而孙却无法稻草见面 只能隔着屏幕 视讯为他打气 没想到第二次的视讯 竟是彼此最后的告别 没有传统的丧礼仪式 没有好好地告别 在严峻疫情之下 遗体只能依照防疫政策处理 林爸爸在送往墓园安葬时 儿孙只能坐在车上远望 悲痛地送上最后一程 他打来的时候 他讲 你的爸爸已经没有了 那时候我跟我姐姐 去诊时看到爸爸在车上远望 看到他很安详的一车 很安静 就是一片镜子 这样看着 放在管理 放了进去 就是管理 救起来了 直接再去面人员了 那时候我们亲戚啊 兄弟姐妹啊 祖母们啊 还有表弟 堂哥他们啊 应该是差不多有 二十过了 车了 就能看着 又不能下车 又不能靠近 再给大家消毒 其实要消毒 洪光丽在关怀的过程中 已把个案当成是家人 这一路的陪伴和经历 让他更深刻体会到 生命的无偿 从而改变他 对人生的价值观 我已经习惯性 把他们当成家人 这样来看待了 当他们往生气的时候 哇 那个感谢真的 他们也是很遗憾的 为什么不要给他们 多一点的时间 看到了这样多个案过后呢 以前 觉得 还年轻啊 就是时间很多啊 很多东西是退休过 这个观念完全改观 亲戚间所筹获的薄金 林家儿孙决定 细数捐给慈激基金会 把爸爸的爱 遗留在人间 圆满他的心愿 对我爸爸的家 因为他比较注重这样东西 我亲戚朋友所提的白金 来把这个白金 捐出去给慈激 就是给他一个回报 手按做一个工作 给他一个走完美满的人生 大爱新闻 王九卫里培新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快乐